什么是善根 善根是对佛法 虽然没学 他能信 他能解 你一讲他懂了 像慧能大使一样 虽然不认识自从来没接触过 他相信 你讲的时候他能听得懂 不但听得懂他真放下 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叫善根 善根是讲信 福德是讲修行 你真干啊 这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看 我们这一生最难得的是遇到尽重法门 如果不是遇到尽重法门 佛经上讲的这些 你都明白了 都懂了 放不下了 放不下还是继续搞留到楼回啊 那这一转世的时候又糊涂了又迷了 各阴止迷啊 从头来起 贪火容易 你遇不到缘 你就没有法子从头再起 所以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的多少 现在世界上人口 67亿人 几个人闻到佛法 太少了 全世界的佛教徒不过六七亿人 我们的来世即时时得人生 能遇到佛法吗 不敢保证 那遇不到佛法呢 越燃越深 欲知时至 欲知时至 到基督世界去 你看他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了 这叫佛法闻 这个法闻就更难相信 研究教的人不相信 深闻 研究菩萨不相信 我们这些凡夫 烦恼非常严重 听了能相信 这就是有深刻 只要加上福德 福德是什么 有门神福 常识寻修 一句佛号念到底 念佛堂的堂主 常常教过 放下身心世界 提起正念 正念就是阿弥陀佛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把身心世界放下来 我们在净土深陷路 在网神传里面看到 绝大多数 三年就往生